好消息 每户新加坡家庭将获得多一笔100元的设理会邻里购物券 让您到参与计划的邻里商店和小饭摊位消费 新一轮的100元邻里购物券是2022年政府财政预算案家庭援助配套的一部分 这是继2021年财政预算案推出第一轮设理会邻里购物券之后再次发放的购物券 每户家庭只需指定一位有SIMPA上户的家庭成员代表全家领取购物券 领取购物券的步骤跟上次一样简单 首先,上网go.gov.sg.cdcb 选择2022年设理会邻里购物券 使用您的SIMPA上户登录即可领取 附有2022年邻里购物券链接的新手机简讯将会发送到您的手机 想跟家人分享购物券吗? 您只需把简讯链接发送给您的家人 想要领取2021年设理会邻里购物券 或是找不到已领取的购物券链接? 没问题 您只需上网go.gov.sg.cdcb 使用同样的SIMPA上户登录 便可重新获取购物券链接 别忘了到您所喜爱 并以参加计划的小贩摊位和邻里商店使用购物券 支持它们 您可上网go.gov.sg.cdcvouchersmerchants 查看附近参加计划的小贩或邻里商家 或是留意小贩摊位 以及邻里商店内展示的设理会邻里购物券标贴 所有设理会邻里购物券的有效期 到2022年12月31日为止 请记得在有效期之内使用您的购物券 如果在领取购物券时需要任何协助 您可以参考邮寄到府上的步骤指南 或是请家人、朋友帮您上网领取购物券 这样您就可以立即使用购物券 如果您没有智能手机或Sync Plus账户 请到邻近的民众联络所寻求协助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 可浏览vouchers.cdc.gov.sg 或拨当我们的热线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